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头评述 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我说这期节目我们引述了英国和美国的两个不同国家的媒体的文章 而文章的目标都是在分析今天 也就是2013年的前十天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 而这个事情直接冲击到的是新闻自由 直接导火线是指宪政梦 这个宪政梦就是提到了要以宪政作为管理国家 表面看起来没有触及中共本身 但是任何明白的人都懂得你提到宪政的话 你必然要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 你没有任何出路 中共想把宪政梦作为一种缓压之说 作为一种缓举来求得自己生存的话 那就胡说八道 这种骗人他是无法走下去的 所以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共的宣传部门就更加的敏感 他深深的懂得要完蛋 但是你说宣传部门他为什么这么奋力的 就是视死如归的堵枪眼呢 原因就在于今天的宣传部门是在江泽民的掌控之下 一直是中共内部的权斗 江泽民却以共产党的生存亡的概念来堵习近平 目的是保住他自己历史的过程最阴暗最黑暗的一面 出卖祖国出卖中华民族的土地 活摘包括法轮功宣在内的众多人士的器官卖钱 在整个中国社会被他当成一种自己闷声发大财的一个工厂 一个公司 老百姓成为了他的农历 在过去的这二十多年里面就一直这么做 所以这是他掩盖的真正的目的 他把共产党竖起来的真正的目的 但是当他把共产党竖起来的时候 这个体制又是共产党体制的时候 这就势必造成你没有任何的出路要抛弃中共 而你触及到江泽民本身的时候 你想回避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回避不了 我们也知道昨天的新闻当中中纪委说了 大概要在二月份审判薄熙来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概念 薄熙来如何审判什么样的罪名是习近平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可以干掉整个原来的江家邦 正像周永康的所主持的政法委系统在2012年所经历的故事的情况一样 他试图反抗 试图保住自己 但是整个过程要懂得什么叫借力打力 要懂得什么叫顺天意而为之 顺天意而为之 你怎么做都成 逆天意而为之 你长八个脑袋 九个脑袋 都没用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的媒体的这篇文章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这张图片呢 就是美国的这篇文章的原文 大家注意看到下面的这张照片 就是当年1989年4月份 学生在天门广场上 1989年4月份发生了什么呢 发生的是胡耀邦故去 从而引发出学生们对胡耀邦的纪念 进而在上海 世界经济导报 在他的主编秦本利的主导下 写了一篇三万字的文章 纪念胡耀邦座谈会 江泽民改了五百个字 那秦本利不干 在当天 在那一期的这个报刊当中 就把原文登出来 江泽民就把秦本利给停了职了 要求整顿这个世界经济导报 从而诱发一千多名学者和记者 签署公开信和倡议书 那谴责江泽民 这件事情一直告到北京 而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的办事处呢 还试图把江泽民告到法院 而在上海呢 又诱发出一万多学生出来游行 那要求审判江泽民 在这个背景之下 1989年5月1号 政治局开会 那赵子洋批评这个江泽民 说添了很多麻烦 粗暴的瞎干添了很多麻烦 但是今天的妥证 刘云山 却是江泽民整个一条线的 所以我说20多年从来没改变过 中国人民的公敌 是江泽民以共产党名下的 这种整个的集团 没别的出路 只能这么干 那这篇文章呢 我们看到这是英文的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翻译过后的中文的意思 这篇文章的中文的翻译的名字叫做 好似1989 南州带出北京新领导的旧恐惧 文章上来 他就这么说的 这个作者看的 他说当我看到南方周末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与1989年4月份 整肃另一家中国报纸 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 及其主编亲本力 有着太相似的事情了 该事件在天安门广场的动荡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在 涛哥在节目当中 老早就跟大家介绍过这样的故事 那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美国人来讲 也意识到这是非常类似的情况 文章紧接着介绍了当时 也就是1989年4月份 世界经济导报当时的状况 他讲说 导报当时发了一篇文章 来纪念介绍胡耀邦 胡耀邦直至临终 一直被邓小平谴责为 对异议人士手软 这是他英文翻译过来的 所以他就讲说 在这个背景之下 跟大家介绍当时的 1989年4月份的 胡耀邦逝世时的背景 他说这些文章的作者 要求邓小平收回 他对胡耀邦的谴责 也就是世界经济导报的这篇文章 实际认为邓小平的做法是不对的 而当时的江泽民是任上海市委书记 江泽民宣布说 在当前局势下 发布这些敏感观点是不合适的 江泽民坚称 该报的观点通过内部恰当渠道 引起党的关注 但是在数日之内 这些文章在国内外广泛流传 从而导致了日益高涨的抗议活动 江泽民在1989年六四之后 很快成为了中国的国家主席 他非常简单介绍当时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让这个作者 不寒而栗的概念 就是说世界经济导报 可能正是这件事情 在江泽民的处理之下 诱发了全国人的反抗 诱发了最终的 整个席卷全中国的这种学潮 所谓说学潮 其实不光是学生 但是最后 却是江泽民踩着这些人的鲜血上来了 一直到今天 有人说历史是重复的 你让我说根本没重复 一直就没变过 不用重复 他介绍完当时的1989年的事情之后 他回过头来 就把南方周末的原版的社论 拿摘了一段 原版社论说 今天已是兑现梦想的时候 兑现宪政 宪权分权 公民们才能大声说出 对公权力的批判 该社论被共产党的审查员改为 梦想是我们对应然知识的承诺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梦想 他又把事情整个介绍了一下 然后他就紧接着就描述了整个围绕着南方周末 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 文章紧接着讲说 在各方的报道当中 他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伦敦的 也就是英国的电台和电视台 都针对这件事情 都使用了史无前例这件事情 史无前例的说法 我相信可能记者们在处理这件事情 忽视了1989年的世界经济导报 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世界经济导报的时候 咱们没有微博 对不对 还没有internet 那时候甭管是苹果也好 微软也好 在咱中国人来讲还使不了 所以这是一个应该说叫史无前例 另外一个概念 在当时的概念来讲 还有邓小平式的强权的人物 在今天没有 我相信这史无前例 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前后有这么两个说法 紧接着他在文章当中 引述了天安门事件的背后的故事 其中特别提到薄一波 也就是薄熙来他爹 薄一波当时针对天安门的状况来讲 说了这么一段话 这是非常严峻的 我们不能让文革的悲剧重演 胡说八道 文革是毛泽东发动起来 干掉你们这些曾经是他的战友的人 文革真正的目的是干掉你们 干掉八大家族现在这些当官的人 干掉曾经跟他一块打仗的 一块杀人的人 除此之外 他要在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当中 扼杀掉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 也就是破四旧 是不是 八九六四根本不是文革 八九六四是人们向往着真正的宪政的社会环境 大家想想这是薄一波薄熙来他爹老坏了 对不对 但是呢清出于蓝胜于蓝了 所以薄熙来也就出来了 而当时的引述的邓小平的话是这么讲的 我们此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事情 一小撮坏分子打入学生群体和广大民众之中 他们用反腐败的口号来煽动民众 这只是他们的烟雾弹 他们真实的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没错 没有共产党 哪有你儿子挣钱的 没有你这段话 你说的这段话不就冲上你们家去的吗 五一九大游行的时候就你们家人没出来吗 你儿子掌控的公司 康华公司没出来 对不对 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让你们这群人挣了钱了没 那你说老百姓都成你们农历了 他能不反吗 你反过来牛脸说他们是反革命 这个年代用爱慰慰的话 不反革命还是人吗 对不对 所以反过来说 在这个体制之下得烟抽的人是人吗 这就是我说他不是魔鬼吗 所以才会说出看似铿锵有力 实际是不是正常人说的话的话 然后呢 这个记者当时写这篇文章的记者当时亲历了整个天文当时的情况 他也回忆了当时的包括戈尔巴乔夫来访时的场景 他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就是人民日报社 当时记者团队打出了一个标语叫做不要更多的谎言 这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拿出来的 那这个记者呢紧接着讲说 在当时的情况来讲 我感到共产党已经失去了控制 中国的未来可能会出现民主 因为当时的学生已经高喊打倒共产党 打倒邓小平 而一些学生呼吁要求民主 我们都不知道的是 在5月16号政治局常委会上 邓小平说 如果我们不扭转视图 我们所有的成果都将白费 中国将出现历史性的倒退 经过前思前想后 我决定我们应该调入解放军 宣布北京戒严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当时的场面 这就是当时的故事 所以这个记者的基础 他的基点就在于 当他看到南方周末这件事情的时候 让他想起了当年在上海的 江泽民所主控的地方的 所发生的世界经济倒报的事情 然后在这篇文章里 他紧接着引述了中国问题专家 林培瑞在写给这个记者的 一封信中说道 在我看来1989年 和今天现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现在的自由媒体 可以做得更加的成熟 那现在多亏了互联网 记者 网民和公众 能够更多的了解到 有了一个自由的媒体 他们可以做什么和想做什么 他们更懂得如何使用新闻媒体 来揭露腐败 突出布公 以及组织公众舆论来施以压力 对专制政权的威胁更大 我相信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 涛哥的说法 今天不用去天安门 今天微博就是天安门 今天的天安门广场 扩充到整个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上 而且呢 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没有边界 没有东单西单 没有前三门 对不对 都没有 因为全世界都可以参与进去 大家都可以看 这就是互联网和微博的概念 所以整个概念呢 文章最后呢 他就引述了中宣部那三条 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但是在他来看呢 这都是只能是火上浇油 但在我来看呢 就是另外一个概念 如果这对比当年的1989年 那今天的习近平应该怎么办 当年的赵紫阳背后有邓小平 他没办法 但是今天的习近平可不是当年的赵紫阳 今天的习近平的操守 他有机会超越于赵紫阳 有机会超越于胡耀邦 也就是说 他可能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划时代的人 结束中国人的噩梦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